10月5日 陈都林与邓维俩人冲上热搜 引起网友热议 起因是陈都林在某博上 晒出一张中秋笔心的照片 却被网友发现一次恋爱的痕迹 陈都林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了一张中秋笔心的照片 中间是一个月饼 背景是城市大厦 并配文 月亮好像躲起来了 那就给你们比个月饼吧 中秋快乐呀 乍一看是个普通的节日祝福 但陈都林的配图细节并不简单 首先陈都林晒出的照片 是两只手在笔心 但是这样的角度 两只手拿着东西笔心 就没有多余的手去拍照了 除非有别人帮忙拍照 但是这两只手仔细一看 根本不是同一人的 两只手的肤色都不一样 右边的那只手 明显比左边这只手略白一点 两只手的弯曲程度也很不一样 而且右手前四指是弯曲的 但小拇指是伸直的 左手的小拇指就没有伸直 种种迹象都在表示 这两只手不可能是同一个人的 经过网友们的一番查找对比 很快发现这右手的主人 邓维非常符合 陈都林晒的照片上 可以很清晰地看到 右手大拇指处有一个小疙瘩 而邓维的右手大拇指处 也有一个同款小疙瘩 不仅如此 从邓维晒出的日常照中也能发现 邓维的小拇指一直有神直的习惯 经网友对比发现邓维手背的长度 和陈都林照片中的手背长度 也有较高的重合度 如此的巧合的两处 真是不得不让人怀疑就是邓维的手了 于是两人一丝恋情的曝光 引起网友热烈的讨论 顺藤摸瓜 还真让网友扒出更多细节 比如陈都林晒出笔心照的背景 也出现在了邓维的直播中 从画面上看 两人所处的背景完全一致 就连标志性的建筑物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时间不同 角度不同罢了 陈都林是在晚上拍摄的照片 而邓维是在下午直播的画面 如此多的巧合 两人真的很难喜情嫌疑了 经常吃瓜的网友都知道 娱乐圈传出的消息 从不是空穴来风 向来都是有机可循 而且陈都林和邓维 都是高颜值高人气的年轻艺人 两人年纪相仿 今年还一起合作出演了古装剧《长月见名》 从而有了更多的交集 陈都林作为女配更是稀粉无数 两人还作为CP一同拍摄过时尚拔杀的封面 而邓维也是凭借暑期和杨子合作主演的《古偶长相思》 大火了一把 俊男靓女又是男为婚女为嫁的 还合作过多次 频繁地相处摩擦出爱的火花也很正常 只能说网友真是人均福尔摩斯的程度 从一些小小的细节都能发现这么多蛛丝马迹 说是火眼金睛都不为果了 不过目前只有一些线索 全靠网友的猜测 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两人就是在谈恋爱 光凭一双手和一样的背景 并不足以断定两人的恋情 但是对于这对高颜值的组合 网友倒是很期待更多蛛丝马迹的暴露 近代后续发展 如果真的恋爱 大大方方的官宣 想必网友也会送上祝福 但是事情没过太久 邓维陈都林两位当事人没有回应 反而是各家粉丝开始纷纷澄清 邓维粉丝表示 网传两人恋爱细节不属实 希望大家不信谣不传谣 为了证实自家主子没有闲功夫谈恋爱 该粉丝甚至放出一张 邓维在9月29日当天的行程安排 现是全天邓维都在剧组等待接系通知 行程排的满满当当 除此之外 有邓维粉丝还特意拔出邓维的手掌图片 例证当时与陈都林合拍的 并非邓维本人 拍摄的图片里 另一位人的手背面有疙瘩 但是邓维的手表面非常光滑 而且还有手毛 在你好星期六里 邓维手部特写 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他手背部 并没有突出的疙瘩 而且邓维的手毛特别突出 特别明显 很显然不是邓维本人 除非陈都林把磨皮开得非常大 否则出镜的手不可能是邓维 为了澄清非邓维本人 粉丝可比正主要着急得多 又是把邓维本人的手和P到原图上 又是利用高科技手段 模仿还原邓维在手部玩具时的状态 看得出来 邓维的粉丝真是无奇不有 但迪的确确有证实陈都林旁边的手 并非是邓维本人 女方陈都林这边也是自家粉丝 在极力维护 直接发声辟谣 否认陈都林旁边的那位是邓维 这样一来 似乎所有的指向性都变得模糊起来 但是奇怪的是 当事人双方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任何回应 既然双方粉丝已经在这么极力维护自家正主 造谣的人也应该停止了 但是双方粉丝似乎一直都不太服对方 特别是邓维的粉丝 邓维粉丝表示 之前邓维不活的时候四四必闲 根本不带正眼瞧他一眼 现在邓维靠长相思和长约静明 火得一塌糊涂到开始蹭流量吃相真难看 如果不是邓维很活的话 恐怕陈都林邓维恋情曝光也不会上到热搜第一的位置 讽刺陈都林不温不活是个小演员 陈都林的粉丝也不占下风 直指邓维在没活的时候靠着倒贴美女和伺候金主买营销 现在活起来了成了内娱的难打几 双方粉丝互掐不分上下 到底是谁靠着谁活起来 现在也无法分清楚 但是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 陈都林的确不温不活 受伤几乎没有资源 出演的角色也都是配角 女主的角色很少 准确来说邓维是靠杨子撑腰活起来的 在转型之前玩得很滑 因此杨子在和他合作以后就没和他互动过 邓维人品或者口碑方面多多少少触碰到了杨子的底线 而对于这件被谣传的恋情 网友们也发表了看法 有网友表示官方已辟谣 假的不能再假了 邓维有手毛 中秋节当天邓维一整天都在剧组拍戏 切勿造谣正在辛苦拍戏的艺人 除此之外还有网友表示 心疼邓维真是无端被黑 这么假的谣言还能被传播也是无语了 说实话这个谣言太低级 证据也是此处无有 不知道为何会出现在了热搜上 而虽然双方已经辟谣 但是没想到双方的粉丝却开始了骂战 甚至还有所谓的CP粉不断传播这件事情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假的不能再假的事情 却有这么高的流量 陈都玲和邓维都是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 虽然两人看上去确实是比较的般配 但是网友们不能去乱点鸳鸯谱 这种莫名其妙被制造出的恋情 不断传播对双方也有影响 两个人可以说是事业的上升期 尤其是邓维可以说是最近很火的青年男演员 而且也不断的出现和他有关的新作品 这样的谣言肯定会影响路人对他的印象的 而陈都玲自己也没有想到 只是随便发了一张照片 竟然会引起外界如此的遐想 莫名其妙登上热搜 而且还被一些粉丝骂 也是够倒霉的 看来以后发微博也要深重呀 这件事情既不是陈都玲的错 也不是邓维的错 他们俩人估计也不想组CP 只是莫名其妙地成为了CP 然后不得已只能出来辟谣 平息谣言 还好辟谣的速度够快 只能说有些媒体实在是太让人讨厌了 明明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 反而被他们联系到了一起 然后双方粉丝骂战 造谣的人反而能获得一大笔的流量 实在是很可恶 好在双方的公关还是办实事的 并没有任由这些媒体随意造谣 事情很快也是得到了平息 也希望吃瓜群众一定要理性 面对这些没有根据的谣言 就要果断地举报 不能让他们获得很多的流量 理性至关重要 并且仅仅通过一双手和相同的背景 就断定两人正在恋爱有些误断了 如果他们真的在恋爱 相信大家也会祝福他们 毕竟男帅女美是天作之和 面对一次恋情的传闻 两位当事人都通过官方渠道 对相关传闻进行了回应 并辟谣称这些消息纯属虚构 邓维在中秋节当天还在剧组拍戏 并没有和陈都林见面的可能 他们表示自己只是好朋友 并没有恋爱的关系 虽然明星的私人生活备受关注 但我们应该理智对待这类消息 不盲目相信和传播谣言 在这里呼吁大家 不随意信谣传谣 不做谣言的传播者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让我们一起正确认识信息 共同营造一个晴朗的网络环境 做一个理性的吃瓜群众吧 他们在《长月静明》中的演出 让无数观众感受到了他们独特的魅力 随着电视剧的播出 邓维和陈都林的知名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他们的粉丝数量不断增长 人们对他们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同时他们也因为这部剧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经常一起出席各种活动和聚会 拍摄过程中 邓维和陈都林也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 他们认真对待每一个镜头 精益求精 力求呈现最好的表演效果 同时他们也非常注重对手戏的默契程度 通过深入交流和理解角色 成功地塑造了一对完美的CP 电视剧《长月静明》 也因为邓维和陈都林的精彩演出 以及其他方面的优质制作 获得了极高的收视率和口碑 总之邓维和陈都林在《长月静明》中的合作 是一种完美的结合 不仅在表演上达到了登峰造劫的地步 还为观众带来了无数美好的回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